大家好,我是丁超 欢迎收看超级大赢家 美国今天是应该说礼拜一 美国时间礼拜一是休市 所以正常来讲 礼拜一跟礼拜二的台北故事 它一定是要量 要比较少的 正常会比较少一点点 那外资的动作也会减少 这是规定的 这没什么好讨论的 因为历史上以来都是这样 尤其是美国休市 因为美国人的操作 尤其是外资的操作 都一定是以美国为主 亚洲股市也是一样 欧洲股市一样 都是跟美国股市一步一趋 都是受美国股市影响 都是铁定都是这样子 那美国的资金 美国的资金 投资台湾的比例是最高的 我们所谓的QFIT 是以美国人为主 那美国的股市没有开盘 那他们以他们的股票为主 如果他们的股票涨跌 他们才会对海外做动作 一向如此 所以他们对于今天的台积电 跟昨天台积电 他们动作不会大 也就是说 昨天的台积电 开高走低 也不叫开高走低 曾经建立一个高 又收到最低 也不是外资的角度 因为外资他本身来讲 最近他不会加码 不会补获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已经是补满了 补满了以后短线来讲 他不会再加码台积电 所以他昨天是卖台积电 那今天会不会卖台积电 基本上今天不太容易 因为昨天已经卖了 而且美国又没有开盘 但是台积电今天为什么会涨 就是因为外资 可能因为这个地方 现在目前来讲 解盘时间还看不到资料 看不到外资的买卖超 但是我认为 今天外资的台积电的动作 非常的少 可能不会卖超 但是如果买超的话也很少 那这个主力 市场的主力 抓到这个重点 因为他们很内行 他们就会在台积电这边做当中 或者是开低以后 往上乱做当中 因为昨天美国ADR没有开盘 没有开盘来讲 今天开 昨天是收的比较低 台积电收的比较低 那今天就直接开盘 开到428块 那盘中是拉到433块 这个大概5块钱就很补 5块钱加上 昨天收盘是426 这样就达到7块钱 7块钱的台积电 可以影响到60点 大概有60点的指数 所以你看指数 为什么它盘中里面震荡幅度 这个地方 它曾经是开高以后走低 曾经是剩下只有涨点十几点 那后来又大台积电 后来又大台积电 那当然收盘来讲 台积电虽然没有收最高 但是为什么有这种现行 因为台积电你只要把它救好 把它处理好 大盘不会大跌 个别股就可以表现 个别股就有空间表现 因为我们在操作股票上面 我们最怕的是大盘跌下去 那会造成整个气氛不佳 或者是产生的市场里面的 卖压的出动 那当台积电照顾好了之后 那很多的群职股昨天下跌了以后 今天就有机会来做一个反弹波 例如像翔硕 昨天也是跌停板 翔硕昨天是很恐怖 是跌停板 这张股票是非常机油的股票 昨天跌停板 那今天就差一点点 也涨停板 差一点点但是还是没有涨停板 例如像最近都一直在往低档盘整的 很少再涨了这个国具 他也是一样 今天就表现不错 大概是这样 那昨天也是有一档股票 跌停板的是围影 他今天也是算是表现不错 那会有这种情况 都是因为台积电救了他们 因为如果没有台积电 顶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大盘不可能会 会收涨六十几点 那收盘以后 大盘只有涨六十几点 台积电涨了四十二点 台积电这一档股票 总共涨了四十二点 也就是说其他的一千档股票 里面在涨二十年 所以变成说还是一样 维持这样一个情况 有一半的股票在涨 一半的股票在跌 那当然不是说所有高价股 今天都就了起来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高价股 这个走势太糟糕了 因为受到华为供应链的影响 华为供应链 现在目前 大家都在期待 川普是不是会在9月15号 那又宣布说 华为供应链不制裁 华为不制裁华为 我想这个可能想太多了 千万不要这样想 如果是真 因为目前来讲 市场就是一直在做一个这样的期待 所以华为的相关供应链 它跌了一段以后 它这个地方做一个争议 那争议就是希望能够在下个礼拜 今天是9月8号 希望在下个礼拜 川普可以公布 不制裁华为 或者是延长对华为的一个制裁 这就是所谓制裁 就是因为 他现在宣布 就是只要使用美国的设备 或是授权 或是这个细制裁的部分来讲的话 只要卡到美国的制造 都要受到制裁 那这些供应链来讲 当然是包含台湾 包含连台积电都会受到这个牵类 或者是连发个都会 因为全世界做最好的EDA 就是美国 像易华电脑这些股票 或者是新思国际 我们这些IC设计股 或者是金颜代工股 再怎么厉害 它的最上游还是在美国 因为这技术是跟他们拿的 如果没有他们的技术 他们还做不出来 所以为什么美国出这一招 就是它可以封守 所有提供给华为 这些相关的技术 或者是设备 或者是产品的 这些公司可以全部封杀 全部封守 所以为什么造成这样一个压力 你看看很清楚 到今天为止 还有一档股票 高价股票还是跌停板 就是四星 四星这档股票是极有股 绝对是极有股 非常优秀的这个IC设计股 之前也是很会涨 跟这个艾普一样 两档股票都很会涨 而且是竞争在竞价的 在涨 但是艾普这档股票是比较 跌的比较快 因为它算是比较早跌了 它今天到目前为止 它算是整理了 那四星算是补跌了 那为什么四星会 最新连续两根跌停板 最终原因也是跟华为有关系 因为华为有一家的 一个供应链叫做 中国飞腾 这档股票 它就是跟四星 它是四星的客户 所以如果说 华为这个部分被封锁住 中国大陆飞腾这家公司也会很惨 那当然四星跟它有关系的 相关公民链也一定是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为什么四星到今天还在跌停板 很多人不了解这个原因 好像说四星是不是营收降低 或者是获利怎么样 四星不可能获利会不好 如果不好 它怎么前一波会涨到六七百块 就是好公司才会涨到六七百块 那可是股票价格我讲过了 七百零零块 跌到今天剩下四百多块 四百最低来讲 都要跌到四百四十块五毛 四十四零跌五 这边就跌了三成 所以很多人就是一直在投资股票 就是希望说 股票就是永远都在涨 从来不会回答 股票会涨的原因 是因为川普厉害 从三月份四月份五月份 到现在目前为止 美国还没有真正给我 是川普厉害 不是台湾厉害 也不是投资朋友厉害 投资朋友只要是运气好 讲完听一点就是国时运 就是因为你股票都没有卖 然后靠川普把你拉上 如果今天不是川普 你想想看 股票会从三月份一直涨到现在 都还没有崩盘 你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吗 这个大家都是聪明人 不要互相在欺骗 景气好不好 或者是好还是不好 不要讲那么多了 股票就是炒作了 今天四星可以涨到七百多块 难道不是川普的功劳吗 前波这样子涨 从一两百块涨到七百多块 难道不是吗 如果美国没有涨 美国的晶片股没有涨 美国的特斯拉没有涨 美国的苹果电脑没有涨 美国建业股如果没有涨 台湾的股市会涨吗 不可能会这样涨的吧 但是为什么最近来讲 你看到美国股市还没有真正跌 从上个礼拜才跌了个大跌两天 也不叫大跌 第五礼拜五的话还缩小跌跌 可是像台湾这些高价股就已经先零跌了 而且不是只有四星 六五三亿的这个爱普也是一样 包含今天反弹的国具也是一样 华信科也是一样 这今天是有反弹 明发科今天也稍微有点反弹 或者是三四零六的一金光 这都被我点名了 这些股票都领先大盘下跌 大盘还没有真正跌 他们都已经跌了两三层下来 所以股票市场是这样子 所以我说股票市场是上涨靠前堆 下跌靠风吹 最后因为股票市场 它涨的时候一定会有基本面 每一档股票都有基本面 基本面是看你怎么解读 你要把它描述的很好就会很好 描述的不好就不好 我之前讲过了鸿海 鸿海在这一天公布公司法人说明会 或者公布这个 我记得是公布集报在这一天 那报纸就写说鸿海的第二季 它的获利比第一季成长十倍 高达十倍 对啊高达十倍 如果你不了解 不会操作股票的人 认为说高达十倍隔天或涨天板 因为高达十倍 可是我跟各位讲过 如果第一次月考考五分 第二次月考考五十分 叫做成长十倍 可是还是不及格 这场股票没有崩盘已经不错了 我可以跟你讲 没有崩盘已经不错 是因为大盘在保护它 从这天开始没有高点股 因为股票市场就是这样 就这么现实 所以你会发现说 最近的太阳能涨起来 到今天回答 可是太阳能股涨起来 是不是因为基本面 不要再讲什么基本面 不基本面 太阳能股没有改变 这个月的太阳能股 跟上个月跟上上个月都一样 有获利有转亏为盈 也没什么了不起 转亏为盈多的是 赚钱也没有赚很多 可是它这样可以表 股票就是这样上涨靠前队 就这样表起来 涨起来才会有基本面 大家才会讲 未来的获利多少 因为基本面是建立在未来 未来的梦想 对不对 那就涨起来以后 也就会说 茂底未来怎么样 会赚钱怎样 转亏为盈 没有涨起来没有人会谈 包含茂底一样 包含像元晶也是一样 或是六四七七的安吉 或者是三五七六的新联合再生 或者是最近比较会表的国首 二四零六的国首 对不对 今天是一直涨 今天是才开始震荡 但这个震荡跟基本面 完全无关 昨天的涨停板 跟今天的下跌 完全无关 完全是市场的资金在移动 对不对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 就是说 一个重点 高价股已经零跌一两个月了 甚至已经超过一个 应该没有到两个月 就一个多月 高价股 高价的股票 像这种股票在高价股票 像今天涨停板 又怎样 这个就是一个跌深的反弹逃命 你不可能每天都在跌 你说连帽做CCL 做这个同伯基板 他今天涨停板 那为什么他不敢涨停板 他也是同伯基板 他的好朋友 或者是六二七四 为什么不敢涨停板 这很简单 就是只有这档股票在做当中而已 这档股票只有这档股票有资金 在做当中而已 他没有代表什么 他就代表一个跌深的反弹 例如像今天的国际反弹 联发科的反弹 郁金光的反弹 一模一样的股市 重复在循环 所以股票市场变成高价股在轮跌 轮流下跌之后 你看这昨天的一个围影 或者是这个昨天 以前的这个今天的经测也是一样 他也是一样反弹以后 都非常弱势的反弹 这高价股像翔硕 翔硕 这么优秀的股票 昨天竟然会跌停板 这样一跌的话 这样跌了这样 从1960跌到1375 一档股票这样子短短的时间里面 就跌了600块下来 很恐怖的 600块就是60万 一张就是60万 这么高的价格跌了三成下来 一下子就跌了三成 你发现这股票市场是这么的残忍 这么的残酷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 你看大盘现在目前还没有跌下来 大盘现在还在整理 这些高价股已经跌成这样 当然大盘整理高低区间在整理 我讲过了 这边就会出现标股 那标股会出现在哪里 不一定是在高价股不会标 因为高价股已经 主力已经出货掉了 那他就会乱跑 一下子跑到了这个 一下跑到中小型股的电子股 一下子又跑到了这个太阳能 再生能源股 一下跑到像这种股票 风电股对不对 一样就是上尾头痛 或者是1589的永冠 9958的四季钢 这些股票都是非常出名的风电股票 大亚或者是这个亚利都是一样 大家都很清楚这些股票怎么做的 尤其是以指标股当然是上尾头痛 那他当然今天震荡也没代表什么 我不是说他震荡 他就代表说他已经撤掉了 不是因为股票本来涨一段时间之后 本来就会震荡 震荡以后有两种 一种就被出货掉 一种就是说换手 那你现在只有一天的时间 你不能够完全给你确定 我们没有这么厉害 你要等到隔天以后的一段时间以后 你才能够确定今天是不是被出货掉了 而且要查到筹码 对不对 像今天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也远端视讯的这种股票做会表 3669 延展延钢做会表 上下政府一二十percent 从涨停板打到快跌停板 这样子的 你说这样子是不是代表说 这样子股票就被出货 我也不会这样讲 我绝对不会去这样讲 因为我们是主张股票是要买强势股的 像这种强势股的回撤 我们没有办法判断 它马上已经是瓦解掉 我只是告诉各位 因为筹码涨太多之后 筹码渐渐的乱掉 短线冒克 当冲冒克太多了 所以会造成这种震荡幅度非常的强大 包含像最近这个比较短线来讲 这种小的股票 这种小的不是所有的传统产类股 在全部资金都要考虑传统产类股 不是这样 在这个电子股里面的一些低价股票 或是低股本的股票 它也很标 例如像这个乔威 或者是8103的这种股票 汉权也是一样 它是属于新链供应链 新链供应链 这个大家很清楚这种股票 或者是6285的奇迹 最近在整理 可是它之前也很标 这个是代表这样 因为为什么会有这种标股出来 因为整理 整理就出标股 你看最近的这些股票 包含了钢铁股也好 钢铁类股 今天是整理没有错 但是这个我认为都还没有做完 钢铁类股 一大堆 中红 连中钢都要涨 或者是运输类股 长龙 讲过几次 长龙 长龙 扬明 这些股票 都是一样 资金就是跑到 比较低价格的价位的股票来 跟长龙财业股 不是他们好不好的问题 那不可能说 主力说永远说 做电子股 电子股才是股票 那其他股票不是股票 不是这样子 大家只是在捞钱 看他哪里可以捞到钱 就哪里捞 你看这个友达 群创还不是一样 最近还蛮红的 可是最近慢慢的一个 长龙进入整理 那长龙为什么会进入整理 就是因为在等美国 等美国表态 现在目前外资的动作减少 都是内资 而且当冲贸客 所谓当冲贸客一定是内资 因为外资没有在当冲的 当冲就是我们自己国人 三四成 就是内资 或者是我们的投资 这些投资也不能当冲 我是说一般的自然人 投资人他会做当冲 那加上内资 本身来讲 我们做大部分他们做的 都是中小型股票 或者是今天 又跑到资金又跑到了 像这种 国光升 或者是高端疫苗 或者是连这个股票 也是一样 上下政府非常大的合一 上下政府非常大 本来是大跌变成大涨 这股票一样 这个都是完全都是短线的 非常的短线的 1123的成德都是一样 这个是当然 有些特别股的利多 当然是有 有特别股的利 有一些个别股的利多 当然像升华科 这个是他本身自己的条件 但是升华科已经涨了好几天了 一直到今天为止 这些股票才涨起来 这生计股得升反弹 那资金就是跑来跑去 不是说今天涨起来 这生计股又变获利很好 那昨天跌下去 就升获利不好 不是这样 反正就是资金炒作 那现在做一个 资金炒作之后 会变成怎样情况 就是因为大家都在等 等什么 等这两股票表态 因为这两股票关系到大盘 这两垮了 大盘就垮了 这两没垮 大盘就不会垮 如果这两又创新高 那大盘又会创新高 那保证的 所以你从台积电 今天的量收反弹情况之下 今天不是法人的买进 今天是当冲贸客 台积电也很多人做当冲 因为当冲的话 台积电是五毛钱 只要是0.5元 他就手续会都过了 那台积电要拿个五毛钱 不用一块钱的 五毛钱太简单了 所以我们要回到 这个美国股市来 美国股市现在目前来讲 盘后盘 连续两天盘后盘了 昨天也盘后盘 昨天盘后盘 我们在昨天白天的时候 是先大跌 下午盘的话变成涨 那今天的盘后盘 本来是小跌 现在还是小跌 所以美国股市还没开盘 还没开盘的时候 我们的指数等于是 看美国的盘后盘在做 那真正的对决 是在美国的正常盘 那美国的正常盘来讲的话 我讲过 你要看它未来来讲 就是这个图形来讲 你要看它这个图形不对 没有这一根 就是美国的盘后盘来讲 你要看它 这里怎么会这个东西 可能把期货它加进去的样子 我要跟各位讲 就是做一个 美国的盘后盘 美国的股市 今天才正式开盘 昨天是修市 那美国 礼拜四是大跌 礼拜五也是大跌 最后缩小跌跌 但是美国股市非常不稳定 没有办法确定 你要等到今天礼拜二 才能够确定 这礼拜美国的走势 那如果美国股市 要做大幅度的回挡修正 那台北股市是不可能守得住 所以为什么我一再提醒各位 在高涨震荡的时候 多看少做 不如不做 尽量如果你要做多 做当冲就好了 就像今天我们也是有操作 多单2327的国具 我一开始跟各位报告了 国具我们今天是 买在这个342块半左右 缩盘将近350块 那多当冲也是可以做到钱 这个不是说排斥做多 就是做多尽量以做当冲 或是隔日冲为主 那基本上指数是高档震荡 所以操作上来来讲的话 我们还是一样建议 做波段的空弹 等于是说我们是建议 反弹以后再放空 反弹以后再放空 而不是追空 这个地方做空跟做多 还是要有技巧 一些技术存在 就提供给各位做这样一个参考 那今天的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明天见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判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订阅